哈囉大家好我是賈斯伯 那在進入今天的個股之前 我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故事 其實這故事我差不多在一兩禮拜前有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想因為我竟然臨時想到還是快速跟各位講一下 就華爾街有一個傳奇投資人是韓國人他叫做Bio Hwang 他在差不多上月的時候爆倉一夜虧了800億美金 那麼原本的原因是因為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50億美金的本 但是他五倍槓桿然後一路就玩到了150億美金 所以而且他不是基金喔他是家族辦公室 等於是這個錢幾乎是他自己的 150億美金算是世界富豪排行榜 可是他野心非常大他沒有出金 而且他槓桿而且當時他中壓中概股在三月份的時候 結果他從150萬美金槓桿五倍 所以說差不多是750到800億美金的這樣的一個額度 結果呢砰砰砰爆倉爆倉一夜就爆掉了 所以說我想跟各位提醒的是說 第一個我們停損一定要做 第二個呢各位如果說您今天的技術還不是很高 那千萬不用槓桿 因為槓桿說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連我剛剛講的這個例子叫Bio Hwang 他這麼高竿的中橫股市二三十年 他都會踢到去鐵板都一夜破產 所以大家特別小心 第三個我給各位今天就是說 慢才是快 慢才是快 我們不要去太急躁說一定要趕快去賺錢賺錢賺錢 曾經有記者問了巴菲特一句話 巴菲特先生 為什麼你可以賺這麼多錢成為世界首富呢 那巴菲特就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影響我很深 所以我希望我也送給各位 巴菲特講說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人 或是說很少人願意跟我一樣 慢慢的變有錢慢慢的變富 我不快我很慢但是我很穩定 所以說各位這個我也希望跟各位分享 慢才是快 有時候我們快快快快做結果呢 哪裡跌倒了我們不知道但是呢慢慢的成長慢慢成長 終有一天我們會達到財富自由 所以說希望跟我們的觀眾呢來共勉之 今天第一支這個DVS 各位這個DVS 我差不多在一個月前的時候 如果說您是我的老觀眾 我在一個月前的時候就開始介紹 當時呢他一直在走 然後如果說各位好 你有機會去看一下我前面的影片 我當時說DVS 他跌破M20但是又站回來 我覺得主力他應該是在洗盤 那現在呢洗洗洗洗洗洗了差不多二十幾天的工作天之後呢 各位你可以看啊 我畫了一個很大的三角收斂 三角收斂就意味著他即將就是要表態 他到底是要做多還是要去做空 那就看他尾端到底是往上噴還是往下掉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很值得大家來去看一下 而且呢這支的股價才多少錢來著啊 10塊美金啊相對便宜啊非常非常好入手 所以說我覺得以低價股來講的話 這個這支醫藥股齁 大家真的也不妨好好的留意一下 下面這個叫做 FSLR應該叫做低太陽能 低太陽能 應該叫做First Solar或是什麼的 大概是支雷這樣一個名稱 那各位可以看喔 為什麼我想講這一支 因為呢 當這一支從差不多一百 一百多塊錢 然後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差不多 七十塊錢左右的時候 他開始就往上漲 然後往上漲又漲破了這MA20 可是他MA20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個禮拜時間 沒有站穩 他又跌下來 跌下來 那各位啊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個人的建議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呢我們去看均 如果是以均線理論的這個系統來看的話 他突破20就是要買 但是他跌破了就是要買 那我們就應該去做停損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趨增震盪 他可能現在來到了一個趨增震盪的下緣 但是呢 雖然說這個時候我們可能還不會賣 但是我們要看 如果萬一他跌破了這個前滴 那我們一樣要進行一個賣掉的動作 所以說這支就是當一個範例教學 因為如果說這樣走走走 並不是很規律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應對 那剛剛是我個人的兩個應對方式 給各位參考 Farsley 這個Farsley 這個之前的影片也有去介紹過 而且呢 也有好朋友在下面 就是我們的觀眾呢 有留言說Farsley 那現在因為他的型態開始比較完整 所以我想說我就把這個介紹給大家 那個Farsley一樣兩隻腳 他很接近的前高 如果說他可以去突破這個水平行線的話 那麼兩隻腳就正式確立 但是他還沒有突破之前呢 我們不確定他到底是兩隻腳 還是三隻腳 還是他沒辦法過然後又掉下來 所以說這個我們就要去特別注意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現在就會去試單一些 然後呢等到他突破了 然後我再積極加碼 三到五天都不要跌破 那我再進行第三波的一個分批買 跟一個分批賣的動作 那即便呢 我這樣子不一定買到最低點 但是呢我可以確保 我們是買在一個相對低點 然後賣也是一樣 好比說他今天 漲了三成五成 這個就不知道啦 看後續發展 那一樣 我覺得如果是我啦 我覺得會漲不錯了 那我就賣一些 賣個 賣一些賣一些賣一些 可能三成賣一些 四成賣一些 五成賣一些 六成賣一些 然後賣到最後就賣光了 但是你可能說 欸賈斯伯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這樣賣的話 那後面他一直飆漲那怎麼辦 那我會 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那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不理他了 對因為說真的 沒有人可以知道說 他一定會 我們可以賣到最高點 這個是不可能的 深陷也不可能 但是我只要確保 我有得賺 然後我可以賣在相對高點 那基本上我就心滿意做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對因為各位你要知道 在股票市場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賺錢的 可能是五個到十個人賺錢 但是呢 其他的九十個都是虧錢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能夠賺錢 你就很厲害了 所以說這個 我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我的潛艦 下面這是FBR FBR就是 線上找那些 PARTM外包的 Outsource的一些工作 那麼 雖然說他這兩隻腳 還不是很明顯 所以我就還沒有去畫 這個水平線 但是我畫一個橘色圈圈 是因為我已經看到 他好像開始 逐漸佔上了MA20 而且呢 他在低檔的時候 有一個突破的缺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很值得大家來關注一下 下面是Iridium Iridium Irdium 那這Irdium 一樣 這個腳就稍微複雜一點 1234 四隻腳 那他即將要突破 即將要突破水平線 所以我為什麼想把這隻呢 給大家來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 如果萬一有進一步動作的話 大家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進場 那我這邊也跟各位分享 我們今天做多要做多 再起漲點 做空要做空再起跌點 一開始就利於不敗之地 那這樣子我們勝算才高 如果說今天已經漲一大段 然後你才問我說 賈斯伯啊 我能不能買啊 那我該怎麼回答你 如果說已經漲一大段 那表示風險都很高了 難道我叫你去買嗎 這樣子是不道德的一個行為 我不喜歡這樣子 我不喜歡這樣 但是如果說我們一開始 就買在一個相對地的位置的話 我們安全係數就非常非常高 哪怕停損 就停損一點點 可是我們方向隊 一轉就是轉一大段 所以說 希望各位也有這種觀念 下面這個 UPWK 抱歉 這次我沒有把那個 黃字給寫清楚 這個漏掉 請各位多多見諒 這個是UPWK 一樣兩隻腳 而且它突破了水平引線 突破前高 然後已經兩天站上 如果它可以 就是不要跌破的話 我覺得往上機率非常大 因為各位可以看 現在視線糾結 五日十日 二十日 跟六十日 才剛剛這樣子糾結 然後開始往上發散 非常非常接近七張點 下面WC 這個WFC 叫做Wales Fargo 富國銀行 銀行股 那個 這幾天發飆 這幾天發飆 漲很多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說真的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很少去看新聞 我一開始接觸股票的時候 我看了非常多新聞 我非常非常非常認真 可是到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發現很多新聞 都是在瞎扯的 在瞎扯的 對 各位好真的 遠離新聞 遠離大盤 你會獲得更好的成績 因為很多新聞 它背後都是有目的在 那言歸正傳 現在 那個很多銀行股 它大漲 我是不知道是在漲什麼 對 但是呢 至少呢 我們知道 它突破了 那我們就要看 未來的三到五天 它會不會跌破 如果說它會跌破 那就是 假突破 但是會震大跌 如果說它沒有去跌破水平線 穩穩的 再測試測試測試 那很有機會往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銀行股 銀行股 這位是Room 這個Room 在疫情期間 也是大放異彩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 這個 2021年 2022年 大家都在打疫苗 那個戴口罩 這個Room 就沒辦法 當然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說Room 就一直跌一直跌 從差不多五六百塊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 三百 三百出頭一點 可是呢現在 在這個低檔 好像 開始做一個W W突破水平頸線之後呢 然後現在呢 就是在 測試這個水平頸線 而且各位可以看啊 差不多在320塊錢的時候 有一個低檔的右腳啊 出現了一個突破缺口 通常低檔突破 出現突破缺口的話 都是一個很強烈的做多信號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關注一下 只要停順點 設在好比說缺口 或是說停順點的 水平頸線的這個附近 那麼基本上 我們萬一方向錯了 我們就虧一點點 可能虧不到5%耶 3%而已喔 但是如果說萬一方向對了 一轉 賺50% 所以說做股票 就是要這樣一個情況 好 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這幾支齁 那我這邊齁 再跟大家講 分享一個觀念齁 分享一個觀念齁 就是呢 我們的股票呢 我們不可能百分之百賺 那 或許有些觀眾想問啊 欸假設不 我做股票 我 我全都要 我跟那個 報紙頭一樣 我全都要 各位啊 不太可能啦 在股票裡面啊 即便是神仙啊 即便主力啊 也可能都會大賠啊 基本上 不太可能有人全部都可以賺齁 對 但是呢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好遊戲 我們只要每一次的比賽 都可以大賺 小賠 大賺小賠 大賺小賠 這樣長期下來 還是賺 那就已經是股市的贏家齁 所以說希望齁 大家要有一個健康心態 然後呢 我們就是說 採取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策略 讓我們的報酬是一個正的齁 那希望我的頻道呢 每一個觀眾 都可以成為股市的贏家 我是賈士博 我們下次見 拜拜